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义稍微跟大家谈一下 这个要做护魔 后法里面讲就是要做护魔 那么要供养师长 供养上师 供养师长 那么要念百日明咒 要念百日明咒 这个重点 那么要把所有的这个所有租尊全部收在自己的心中 进入自己的心中 那么要拔金刚节 把金刚节拔起来 要送彩图 因为整个曼陀罗都是用这个柴图去做的 所以要把这些柴图要怎么样子送走 要送柴图 拔金刚节 那么这些曼陀罗里面有很多珍贵的东西啊 像金银啊 这个珍珠啊 这些饰品啊 最后是归随的 它里面讲 全部是上师所有 谁都不可以拿 全部是阿瑟雷的 阿瑟雷都是上师所有 这些比较珍贵的东西留下来 都是上师所有 那么有的时候啊 要做生欢会 及知良轮 什么叫知良轮呢 就是一种修法 是供养这个空行母的 叫知良轮 那么真欢会 也就是唱吉祥歌啦 那么供食啦 供养啦 那唱歌跳舞的意思 真欢会 做一个晚会 好 现在这一章就已经讲完 重点都已经讲过 就讲完了 不过细说啦 再跟大家稍微再谈一下 他说你在这个曼陀罗整个仪轨当中啊 假如有过失的话 那么你就做一下这个习灾护魔 因为你有时候也不知道 有过失没有过失啊 我们平时啊 在做法当中 有时候你舒服了一点 这个就是算是这个 仪轨上的过失 仪轨上的过失 你要做习灾护魔来补 做习灾护魔来弥补 在曼陀罗做法当中的 对佛菩萨不敬啊 或是他不清净啊 这些 你做习灾护魔来补 是这样子的 所以习灾护魔也可以补 所有曼陀罗仪轨当中的一些过失 另外呢 这个 你在曼陀罗仪轨做法当中啊 一定有很多这个天神啊 诸天啊 下降啊 来守护这个曼陀罗 那么你为了供养诸天 让所有诸天啊 心里欢喜啊 产生一种满足 你就是要做 真义护魔 好 所以他这里面有写 这个第一小段 习灭增俭仪轨过故 因作习灾护魔 为满足诸天故 应作真义护魔 这是要做护魔 其实你满足诸天啊 让诸天心欢喜 你也能够得到福报的 一样的 行者也能够得到福报 你这个所谓真减 真减仪轨 有时候那个仪轨 不要叫你做那么多 你就拼命给他做 通通都加味精啊 加什么 加了很多 这个就是真过 真 本来活菩萨在那边等着你供养的 你一直拼命念经 念个不停 一下子念个三四个小时 活菩萨都肚子饿死了 这个叫做真过 你看这个我们啊 真火仪轨 比较好一点 这个时间上啊 差不多修个半小时 四十分钟 好 你知道藏地的一坛法修下来都要两个小时 都要两个小时的 那你说白天有几个小时 白天要做四坛 一坛两个小时 一坛法两个小时 四坛法就八个小时 你说你说还能够做什么事呢 什么事都不能做 白天也不很长 十二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 其他的那些很多事情的 所以我们把他那个 这个说精华说成半个小时 四十分钟 这是我们真火密法 适合于现代来修 在藏地一坛法修两个小时 太长了 而且念了念了念了 差不多都睡着 这个真也不好 太长实在也不好 因为你知道我们上一次跟这个佛佛做法废 他们做护魔对不对 做护魔那一本那个备业经 这样翻这样翻 我看他才念了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经而已 才念三分之一的经 他每念一段 就吹这个 嗚 那个声音 嗚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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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上尸摇这个人顶鼓的 就摇一下 他做加持呢 做很多次 这个瓶啊 这个吉祥草的这个 拿起来就加持那些贡品 加持那些灵位啊 就加持加持 亲近那些八贡 亲近八贡 亲近好多次 那么念一念念一念 就要做一次念一念念一念 才念了三分之一啊 已经十二点了 已经中午十二点了